中国武术是从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中孕育而生的 在农耕文化条件下形成的运动项目 往往具有两个典型的特点 其一就是内倾性 总是寻求向内审视 比如武术套路 就是在个人的演练的过程当中 去发现自我的一种修为方式 其二是以人为本 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顺应自然的发展 追求天人合一 我想健康和谐身心一统 应该是武术传播的重要理念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始终影响着武术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武术它练功的时候 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的 讲究内练精气神 外练筋骨皮 还讲究内三合 外三合 内三合就是心与意合 意与气合 气与力合 而外三合则指肩与胯合 轴与膝合 手与脚合 是一种高度和谐的身体运动 武术的动作讲究动与静的结合 刚与柔的变化 心与身体的相通 武术作为一种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的身体文化 在运动当中处处体现着东方文化的哲理 也表现出一种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建而丰富 这是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讲时提出的 我们真诚地希望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朋友 能够投入到武术这项有意深心的运动之中 亲身地去体验武术中所蕴含的东方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